這次在國立台灣美術館林業霞的迴宇宙細胞迷嬌等等 這樣一個展覽對他個人來講是一個蠻大的一個作品上面的變化 那此次的一個作品是屬於新媒體藝術 在新媒體藝術現在已經應用到非常多重的媒材的一個應用 那他這次主要的展覽的主題還是以醫學以及藝術上面的一個結合 那能在這次裡面的展覽的過程當中 他把醫學跟藝術裡面兩個專門的一個寫歌 結合一個新的領域裡面作為他個人的表達的一個方式 那此次在他作品裡頭能將他的作品做一個比較細微上面的一個分解 也就是什麼透過一個醫學的團隊跟藝術不同的領域的思維 結構出一個新的作品的呈現 是他這次在國美館裡面展出一個蠻重要的一個重要的呈現方式 那當然在每個這種創作非常多元的時代裡面 能在將這種非常非常清楚裡面的所謂生物醫學 結合的藝術裡面傳遞的是另外一個不同思維的 除了作品以外還能將不同的醫學裡面的一個領域裡頭的概念 行為形式裡面做一個蠻藝術性的表達 是他最主要能牽涉他的目的 謝謝 OK